嗯 哈喽我是一涵 看着这片土地 蒙眼睛多了一些绿色 那时我发现 地球上的土块变异了 太可怕了 明明种植的是土块 转眼间全都变成了蒙眼睛石块 你们看 到处都没有土块的痕迹 不知道的 还以为 这石头也能够想出成天大树呢 唯独这石像坛上的土块 依旧石润 奇怪了 我的四株红生木呢 我记得 是在这个地方的呀 挖开门眼睛石块 你们看 明明是土块 直接被淹没了 哎呦 只能够一颗一颗的种植啦 可是 怎么感觉不到一丝光亮呢 这没有阳光的日子 太煎熬了 那我就来制作太阳 嘿嘿 当然不是真正的太阳啦 看到我做的火把咧 拿着52根火把 点亮门眼睛的重担 就交给我啦 为了不影响土地面积 我决定将火把都插在树上 怎么回事啊 这火把只能够造成这么一点点光亮 放眼望去 都还是黑漆漆的呀 不行 不要将这里全都点上 不能够节约空间了 把座坛底下全都插上火把 哼 小伯伯 你觉得这样子够亮了吗 这里还是挺阴暗的 再来点火把 但是只能够这样子啦 下次我带点超级大灯 肯定能够照亮一切 至于现在嘛 我手中的玻璃 终于有机会上场了 一个人在这里太无聊了 怎么也得带点小动物呀 为了不让小动物出去白白牺牲 我特地加上两棵玻璃 围绕着空气区域转一圈 一定要紧挨着哟 哪怕近一点点 也不能够让动物们缺氧而死呀 按照区域 很快我就将四周全都安排上了玻璃 让看上去 既防止了生物入侵 又能够防止动物出去 妙哉妙哉 好啦 是时候给你们看见好东西了 这可是我从地球上带上来的宝贝哦 顺猛龙 冰原熊 鸵鸟 生物蛋 每次次的 来来来 一位为登场 这顺猛龙 危害庄园健康 就暂时不放出来了 这两只也不够看啊 赶紧从仓库掏出 各种生物蛋两枚 小一涵别的没有 就这些免费领取的道具特别多 一转眼了 这里就充满了生机 但是 一个奇怪的现象就出现了 所有的生物 都围着树叶堆 转啊 转的 奇怪了 这一个树叶堆 你瞎转什么呢 难道 你们也不习惯这样的环境 你看你看 我的冰原神和小山羊 都想出去呢 天哪 出去外面活不过十秒钟的呀 活可是你们大恩人 将你们从危险地方救出来 快进去吧小山羊 赶紧在这个时候 将树叶给除了 为了让你们习惯这里 我只能够多种一些树叶 让这一环境更像地球啦 好啦小伙伴们 你们有什么建议呢